大家都知道在咖啡廳喝咖啡吃甜點要小心餵食到內流 那你知道全世界最美的咖啡館在哪裡嗎? 一起來看看吧! 紐約咖啡館位於匈牙利布達佩斯被譽為全世界最美咖啡館的第一名 咖啡館建立於1894年在20世紀的時候曾經是布達佩斯的藝文中心 在當時是匈牙利許多作家和藝術家重要的聚會場所之一 紐約咖啡館位於五星級的紐約宮殿飯店的一樓 飯店前身曾經是美國紐約人壽保險公司的匈牙利分公司 後來才改建成飯店 所以也才因此命名為紐約咖啡館 咖啡館的外觀結合了文藝復興和華麗的巴洛克風格 內部裝潢更是金碧輝煌 天花板除了香的水晶吊燈 還有精緻古老色彩斑斂的筆劃 金色浮雕布滿咖啡館的每一處角落 一踏進咖啡館就讓人有如置身在歐洲宮廷的錯覺 華麗程度真的是其他咖啡廳比不了的 這裡也曾經是電影紅雀的取景地點 這邊是普達佩斯的紐約咖啡館 然後我現在就是要吃一下這邊 哪裡很有名的一個叫做匈牙利海綿蛋糕 上面有灑堅果粒 然後再來是巧克力醬跟鮮奶油 然後這邊是一個濕潤的海綿蛋糕 它還沒當過超濕潤的 我覺得很像那個 那個奇拉米斯那種濕潤那種感覺 很好吃欸 它整個層次很高級 然後口感很順 然後巧克力味不會太膩 就蓋到其他味道 就是我還是吃得到一些筋骨香味 跟鮮奶油味 我覺得我都是吃得到它的每一個味道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很尷尬 巧克力醬跟鮮奶油味不會太甜 我覺得比中央咖啡館那個沙盒蛋糕好吃很好 那為什麼沙盒蛋糕這麼有名 我真的覺得它的普遍 可能有很多類別吧 就是很多風格 我們知道可能海藥 可是其他家人比較好吃 但是我覺得就是沙盒蛋糕 就是那家中央咖啡館的沙盒蛋糕 就是鮮奶油味好吃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是整個都很好吃 可是很多人是來說 來的每一個咖啡館都食物苦苦 對 很多人說你會看到你就是 只是 就是那個 裝潢的一種比較好 應該說它好吃的很少 對 可能我們剛好點到好吃的 對 應該說我們有做功課 對對對 它真的 可以看到它這個蛋糕很超級濕溫 對 就很像皮拉米西香的 皮拉米西香的 它下面是那個手指的蛋糕 然後它這個 還是它也是手指的蛋糕 沒有是海綿蛋糕 它就是海綿蛋糕 嗯 我覺得我就是應該吃 巧克力口味的皮拉米西香 就沒有卡住 你也喜歡吃濕潤的那種吃 嗯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髒 吃那種燒 沙盒蛋糕都會覺得很乾啊 對 沙盒蛋糕就只要配鮮奶油 比較沒有可能 對 你能吃 覺得有點心就可以配個它 嗯 好吃 因為它這個 海綿蛋糕就是已經夠濕 就單濕就覺得很好吃 我剛剛就是有去它整個 後面也都老 我覺得它真的超級華麗 跟布拉格的蒂果咖啡 還有那個 波妍大德的磚咖啡 我覺得這個 的內裝真的是 真的是第一名 嗯 因為我覺得另外兩個 也不錯啊 但是就不同風格 嗯 對 它這真的是超級華麗 就是走在一個狂風的感覺 嗯 食物跟 價錢 食物我覺得 這個多不少 11.5元 嗯 11.5元我覺得 算是 跟那個中央飯板 比較貴一點吧 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 嗯 它這個有算百十分 嗯 整體來說 你最喜歡哪一家 三家咖啡果 嗯 嗯 我覺得這樣子加起來 食物加 食物加中央 我覺得現在這個是第一名 對 對 因為中央我就覺得 內裝不錯 嗯 然後 那個布拉格的帝國 我是覺得內裝我也覺得還不錯 嗯 對對對 就那個風格的顏色我覺得還蠻好看 但是 這個的話就是餐點好吃 然後中央也好看 那個布拉格的那個 帝國咖啡 我就覺得食物就挺苦心的 不過來這邊就是真的要點對餐點 對 因為評價其實蠻多人都說餐點很普通 對 就是真的要點對 對 真的可以點這個海綿 對對對 不過內裝真的是第一名 內裝第一名 啊我剛剛吃到 就是海綿刀頂部的時候 我發現 它有一個脂質味 嗯 然後就是好像有那種果乾在裡面 對對對 有果乾 就是還蠻特別 我覺得它整體就是搭配得不錯 因為就是 有那種甜甜 然後又有酸酸的 嗯 就是它口感很多 然後味道也很豐富 對對對 就是口感跟味道都很豐富 你挖到的美食 都很不一樣 對對對 就看你有時候挖到奶油比較多 或是有時候挖到奶油比較多 或是有時候挖到奶油比較多 就吃起來都不太多 但是都好吃 對 所以推那個甜甜 很推 然後它點了一個就是這個歐姆蛋 因為它的歐姆蛋其實我覺得這樣子 跟那個蛋糕價格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就是早上想吃高一點 也是可以點30 你看看 只是一個三四百塊的歐姆蛋真的是 對 但因為它咖啡其實也跟歐姆蛋不一樣 我覺得還不錯耶 它也有一碗沙拉 沒想到這是奧傑兄旅行就一次採點的 世界世代瑞美咖啡館的其中三家 現在來幫他們做個小PK 我會以咖啡館漂不漂亮 食物好不好吃 還有貴不貴 這三個來做比較 先說咖啡館內部裝潢 紐約咖啡館絕對會是第一名 因為它實在太華麗了 一走進去我還以為我走到了皇宮 再來第二名會給帝國咖啡館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它的馬賽克吃 還有它的配色我也覺得很好看 最後一名會是中央咖啡館 因為跟另外兩家比起來 它就顯得稍微普通了一點 再來是食物好不好吃 我覺得紐約咖啡館的海綿蛋糕 還有中央咖啡館的可頌和鮮奶油都很好吃 但是硬要我選的話 我會把第一名給紐約咖啡館 因為它的海綿蛋糕真的有驚豔到 口感超豐富的 雖然中央咖啡館的可頌也很好吃 但是感覺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吃得到 而且它的沙漆蛋糕但是真的不OK 一定要配鮮奶油 再來最後一名就是帝國咖啡 因為它的法式早餐就整體偏普通 雖然說它開心果可頌的餡蠻好吃 但是麵包就沒有像中央咖啡館的可頌那麼好吃 最後是貴不貴 因為我們每家點的餐都不一樣 所以我會用咖啡的價格去做比較 最便宜的是帝國咖啡館 它一杯是105克 大概台幣145左右 感覺跟星巴克差不多 再來是中央咖啡館 比帝國的小杯 但是要6歐元大概台幣200塊 但是最貴的還是紐約咖啡館 它一杯就要10歐 換算下來一杯咖啡就要台幣300多塊 雖然它真的很會 但是我覺得它裡面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覺得還是蠻值得的 不知道你們看完這三家最美咖啡館 介紹之後會最想去哪一家呢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братana,你跟自我一堂吃? 我的動作是最舒服的 我約會